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不知道大家會否覺得很好笑 因為說薛家燕72歲 接下來就跟李承昌、昌哥有親熱戲 吼吼收踏踏,有個心吼吼跳 拍這些是不是賀歲劇 為何會搞到變成情慾戲 嘩,真厲害 你知道昌哥之前跟反骨奇那些迷奸 強姦呀,強姦呀 家燕姐這次是自怨 還是被人尷尬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我們說這些薛家燕情慾戲 你有沒有可能 未嘗不可 因為之前李詩琦 已經跟大口青 拍過裸照 剝他的衣服,拿水汆濕他 因為現在這套《黃金曼兩》薛家燕的新劇 其實還未播出,我們只是估計劇情 如果像昌哥之前跟反骨奇那樣赤道 家燕姐真是 打爛貞節牌坊 挺搞笑的 另外我們會無限幻想 到最激情的階段 有1290個 dislike 為何薛家燕成72歲 對球都是這麼堅挺的 原來很多人說 70路的薛家燕 懂得玩一定是玩家燕姐的 嘩,真是你那些年輕人 幻想的對象 就是無限廣闊 那個範圍 吃到真是 叫媽媽穿多件衣服 出街了 變態 那些人真是 我媽媽都年輕過 薛家燕十幾二十年 薛家燕的年紀 都說 怎樣稱讚 薛家燕姐 你知道 那些年輕人 薛家燕真心瘋 這個年紀正常 乳房都墮了 他說 米薛姐都不行 這樣說 很喜歡薛家燕 他說 人一輩子一輩子 甚麼都要試下 將來跟別人說 自己吃過明星 還要是一線 幾隱威 家燕姐給你都照來 只是玩粒粒都玩一整天 如果在無限幻想 跟你做的時候 會不會 起呀起呀起呀 哎呀 你說聽他中氣那麼厲害 都知道他 厲害了 在床上跟你十字步 你真的甚麼都搞定 很多無限幻想 對家燕媽媽 醉過醉過 搞甚麼 賀歲喜劇王金萬兩 王金萬兩我們通常講狗屎 不是那麼噁心 他們搞宣傳活檔 我未看 不知道甚麼時候出街 他說久違復出的薛家燕 提到跟李承昌有接吻氣 哎喲 哎喲哎喲 反骨旗也有 哎喲 李承昌這期 最行桃花運的男藝人 哇 哇 阿昌哥真是幾十歲 阿昌哥 阿昌哥好像小過薛家燕 我想他 入行的時候 阿家燕姐是一線女明星來的 哇 他只要有一天我可不可以跟張柏芝 可能是72歲的張柏芝 這樣搞法 家燕姐呢 因為跟這個光頭型男李承昌 拍一些這樣的戲 你真是不失禮的 李承昌現在的款式 跟Ironman一樣的 他說 家燕姐說 我想都想不到古裝竟然 就有哲敏的鏡頭的 他有我們這樣的年紀 要親嘴 是很搞笑的 拍的時候 我的心 瀑瀑跳 我都有點緊張的 反而是李承昌 叫我不要那麼緊張 我不會博猛的 這樣 李承昌當然是老手 什麼女兒他沒捉過 哎呀真是 他最想親那些 那些親云 我不是想親蝕家燕 如果做演員 你說親到反骨旗 你真是 嘩真呀 那哲家燕這陣子搞什麼呢 說說一些孫子 好位置靜氣 是啊 當然啦 幾十歲你猜真的拍情緣戲嗎 骨頭都脆了 這樣 看看家燕媽媽 可否救回無線的收視 雙隔八年再拍何歲劇 劇集收視很有信心 我有把握的 真的可以嗎 這些都是 一個人正能量而已 其實這種時勢 拍古裝是好東西 但是他說原來 這套拍攝的時候是夏天 哦 那時候40度的 拍古裝差點熱瓜 也是這樣的 夏天 可以拍冬天氣 也是這樣的 家燕媽媽頂得順 那好吧 我想說一下 如果你拍那些情緣戲 如果家燕媽媽不知道去哪個尺度 我們看到有些行內人爆料 說家燕媽媽和李承昌會不會做足激情緣的安全措施 我們找到十大 十個動作 拍三級片或者情緣戲 必須要做 我不知道他的尺度去到多大 那麼我們在無限大的延伸裡面 就會想到家燕媽媽和李承昌要做這些安全措施 做演員真是不容易 做到幾十歲都被人搞的 你說真是 他只是親吻而已 他沒有說激民 是不是 不知道他怎麼親吻 還沒看 還沒出街 我們估計一點 好 那怎麼辦 因為電視劇不能夠走光 不能夠露點 不能夠穿崩 大家學習了 究竟拍這些情緣戲要怎樣 你不要以為 真的有得被你刮 很多時候 第一身鏡頭 你看到那個人 突然瀑在頭上 想搞女兒的時候 那女兒的主觀視線 通常男人是做什麼的 砌什麼的 這裡爆出來了 砌枕頭 抱著枕頭 刮枕頭就當成了 跟家裡的狗沒有什麼分別 拍戲 很慘 他有時候也要用枕頭遮住 男人看到女人會有生理反應 尤其是裸體 不知道李承昌會不會看到 家燕姐有生理反應 反骨旗就不問 問家燕姐有沒有 真是 厲害了 反應強烈 就要用枕頭遮一遮 大家不用尷尬 另外 他說原來 拍這個情慾戲的話 片場的慣例 一有什麼事 立刻自己要喊咳 徐錦江就拍最多 三級片 他 人不像其他 男明星 如果自己有生理反應 繼續做下去 就過癮 真做 他很尊重女性 有報導說 徐錦江 和舒奇拍 拍完三級片 舒奇要寫一張卡 謝謝他 因為徐錦江是一個 非常尊重女性的 男藝人 他說他 一件衣服都沒有在他身上 當時出現生理反應 他立刻喊咳 燒了種才再上場 這些就是職業道德 舒奇看到他 其實不是見到一份 他們拍三級片要貼膠紙 貼膠紙 貼膠紙 好笑 這個貼膠紙 我記得當時做臨時演員 有個臨時演員 走去做 做那些三級片替身 人家給他貼膠紙 貼 膠紙是釘字的 牛皮膠紙 劇模給他 給你貼住自己的工具 接著那個臨時演員 去問大隊 大隊怎麼貼的 我不會貼的 大隊說我未拍過這些東西 我帶你來拍這些東西 你問我 你問我服裝好一點 膠紙怎樣貼 我姐姐的物物跟她說 膠紙什麼型 你什麼型就怎樣貼 丁字 你自己幻想幻想到 T字形 怎樣貼 真的跑去貼 糟糕 做漏了一個行為 原來貼膠紙之前要剃毛 死了她做完撕的時候 她說我的淺寧願不要了 好笑 要剃毛才貼膠紙 她不剃毛絲膠紙 你真的撕出來的時候 是十級地獄 然後說一些女性要貼乳貼 家燕姐不知道會不會去到那個尺度 有些肉式的乳貼 和肉式的丁字庫 甚至有些現在越玩越激 有些人拍MV已經要去到這個尺度 用肉式的丁字庫遮住重要部位 另外 剛才所說的膠紙 他們也是有提及的 譬如以肉袍團為例 這些電影有很多男女激情的電影 導演 接受採訪的時候 安全措施最重要是到位 男演員就辛苦了 他用膠紙把重要部位緊緊封住 一拍藏氣 男演員就說要拍了 好痛 你想想一下 他封了不讓你動的 你弟弟有反應會動的 基本上你捉摸的時候 那些全部都不可以有生理反應 對 他一拍還要拍幾兩小時 不能去廁所 撕出來的也會死的 不是 過癮的 有些人說很過癮 拍吧 很棒 五仔給你選擇 你拍不拍 當然拍吧 哈哈 看看跟什麼女生 對 值得的拍吧 不值得的不拍 另外有些要穿棉褲 要穿得厚厚 有些女演員自己提議 不想被她碰到 要穿厚的褲 讓她完全碰不到 你知道這褲薄薄的 硬到人也不好 是不是 還有 穿襪 膠帶 剃毛 一個都不能少 這裏有提及 她說你不記得剃毛的話 貼膠紙下去 你自己拿來墊 這樣 另外 口罩都可以 怎樣口罩都可以 有個韓國男藝人說拍這些情慾器 居然是用口罩綁住下面 她說她因為口罩兩個洞 耳朵可以繞著腳 口罩剛剛很兜著 她的感覺 挺好的 好過用膠紙 不需要貼毛 口罩都可以 另外互戰也有用 因為互戰可以不讓你硬到人 而且你知道情慾器的動作很大 拍這些情慾器如果女方很大力發腰或撞擊你 隨時痛到就跪在那裡 他說穩定戴互陰 互陰也還要加砌 居然還要有紙巾 曾經戴互陰和羅志祥拍攝的轉角遇到愛 他說原來兩人的嘴中間隔著紙巾 事後兩人都否認沒有用紙巾 但相片為證說兩人親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了 把紙巾在中間隔著不讓人 但是重磅有一招很流 因為現在在淘寶看到那些裸體膠衣 實在太過濫 很容易就買得到 如果你現在看到一些基本上都不是裸體 是穿裸體膠衣 現在就有了 以前就沒有了 所以以前可能很多打真軍 我不知道有沒有家燕姐的尺寸 如果家燕姐穿了膠衣 這樣之後就可以變得很索 或者你說紫家燕真是 他剛剛真情的時候復出到現在 基本上的款式沒什麼變過 是不是現在的明星不捨得老呢 因為真情也播了20年 20年都有了 金家燕姐72年 金家燕姐72年 52歲的女星大有人在 很多 52歲的那些款式的女明星 好像蔡少芬也差不多 李家欣也不止 他們又不會變成像家燕姐那時候的款式 但是家燕姐年輕人又好像這班女兒那樣的款式 為什麼會這樣呢 家燕姐本身是花彈 去到20年前已經是好醫了 現在李家欣那些又不是好醫那樣的款式 真是奇怪了 但是麥玲玲再年輕多20年已經是好醫那樣的款式 其實這些都是人人人而已 走不同的路線 你說肥好還是瘦好呢 我覺得 那些女星 如果每個都走趙華茲那樣的路線 就真的很難保持 不是每個都得天獨厚 趙華茲 你說家燕姐這些就好了 小二年的時候已經是肥嘟嘟可愛了 不用跟你那些女星一起 哎呦 吃多一件東西又這樣 吃多一塊糖又這樣 做人最重要是快樂 事家燕應該快樂過那些美女明星 事家燕其實很小的時候都是美女明星 你問我我覺得事家燕的樣子 我覺得她比蕭芳芳和陳寶珠還貴氣過 有些人說她的粒是萬德拉效應 她說什麼 家燕姐的粒粒好像小時候不見她有 但其實原來人的粒 隨著年紀大大下就有 她越攪越大粒 她這些是佛相 是不是佛相 很難說 相也是 但是要自己人有那種清淨心才行 家燕姐這些人好玩 人最重要是開心 看得開 沒什麼所謂的 他們這些已經是 要幫忙無線的 她又不回大陸工作 她又有些曝光 這樣說 她自己好像有一間學校 家燕演藝學校 教一些小朋友 就算做不到明星 我想有些小朋友玩過 她是大膽一點 那士嘉燕 她好像有給一些有天分的 介紹她入行 她可能幾門生意 令到她們除了拍戲之外 還有另外一些收入 那些都賺很多錢的 做教育 很多很捨得給錢 一個給五千 十個就五萬一個月 那當然不止十個 想做明星做星媽 那嘉燕姐這些由同星開始做起 真是很有資格 教那些人 那真是 不知道她會去到什麼尺度 那個這樣的戲 好啦 大家有空就看看電視 有空我又說說其他東西給你聽 下次再說 拜拜 拜拜